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骑士科捷 对战变相一 在之前的一场往期赛 科捷直白 变相一直黑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走了一个对角星 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复古的 那么这个黑起啊 还是以不变 应万变 是吧 棋逢难处点33 白起挂 再点一个 反正多多益善嘛 这个东西 白起双飞燕 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对称图形 轴对称 那么黑起从哪边靠压都无所谓了 都一样 白起搬 黑起长 白起再长 黑起挡住 那么接下来 科捷显然是有备二连 走了一个二路的小间 反正这个定势 我是很久没有见到 见的比较多的呢 一个是这个 对吧 虎完之后 黑起假如说 夹 你再往这尖 当然黑起有这种变化 这个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讨论 当然白起有单肩的 他实在走这个 这手棋反正他本身的这个目的啊 就是瞄着黑起的照的一个冲断 那么骑友们 如果遇到这种图形啊 不想上当 你就走一手双 最稳妥 白起飞出头 黑起就往上夹 对吧 白起只能小尖出头 黑起往二路一飞 飞完之后再往下一靠 至少先确保这个脚上 向暗无视 然后呢 白起往上夹击的时候 黑起有个顶的妙手 顶完之后一跳 对吧 白起没办法冲断 冲断的话 我一断打 一吃 二路一跳 这个对杀白起气肯定不够 所以说 这是一种方法 就是双在这儿 最稳妥 实战变相一整活了 他非要跟这个 柯杰大打出手 就不给你飞 对吧 我就夹击你 那么柯杰的下一手呢 也是极具迷惑性啊 这一手小飞 明显是诱惑黑起往这儿去冲断 但是呢 这个冲断是不可取的 白起往这儿一打 一连 对吧 你黑起断的时候 我搬 你怎么办 你搬的时候 我往这儿一断 这个形状相信 我不用多讲 局部一个大头鬼 那黑起肯定气不够 所以说实战变相一啊 选择把这儿给尖住 当然这个棋 白起是非常好下的 确实 这几手棋 柯杰是起到效果了 黑起肩尖的时候 白起完全就可以把它冲断 至于黑起断呢 我就把这个双打持 给它补掉 再断连 对吧 因为黑起现在是断不掉的 断的话 这个脚上 黑起的气势特别的紧 而且外面还有一手贴 黑起作战不力 他只有打持 白起就贴住 贴完之后一虎 黑起爬 白起再长 那么这个局部呢 黑起脚上也就围了 石木齐出头 白起两边都能安定 而且中央啊 这个四个黑子 也是一块枯齐 需要去处理 那么这个白起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把这个空啊 都围到66去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走法 那么实战 柯杰走的是虎 边向一也是非常大胆啊 在脚上还没安定 边上的这个夹击的子 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 还要选择夹击 柯杰继续往外尖出头 黑起虎一个 白起从这儿打持 打完之后反夹 那这手反夹 同样又交给黑起一个 非常纠结的局面 你两边的子都不好 对啊 你到底先处理哪一边 我们来看看实战啊 实战变相一走的是 上方的这个靠压 靠压完之后呢 被白起往这儿冲断 然后黑起沾 白起往这儿一飞 这个形状 黑起马上就崩溃了 脚上脚上没有活 外面三块起都支离破碎 白起呢 两边处理好了 中央这个 这块虽然也是姑骑 但是比你黑起的战斗力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这样下 黑起中招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AI推荐的 他觉得先跑下方 对吧 因为这个白起呢 现在也没办法直接冲断 冲断的话 黑起有了一个跳的子啊 对于白起下方三颗子的 这个威胁也是更大的 白起大致也只有 往这儿一跳 黑起就把这个沾上 对吧 白起再一虎 这个时候脚上安定的情况下 黑起再往右边 大跳一手 这样完全就可以限制住这个白起的发展 以及 把这块固起给处理好 这个是黑起的一个不错的走法 但是变相一上当了 选择靠压上方 被科捷往这儿一冲断 再一飞 黑起不太好处理 你得拐 对吧 拐完之后白起顺势一肩 右边的空围起来了 黑起再往外飞出头 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骑形 白起连这颗姑骑啊 往这儿一沾都是一个先手 对吧 马上有个半断 你得补 白起再往外一肩 明显就把黑起两块鞋缠绕起来 这个棋 都形成一个五子连珠的形状 黑起很难啊 你知道还有一个断要补 对吧 下一手呢 是一个常用的 弃子补断方法啊 这个棋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就断完之后 这样啊 白起气紧现在冲不断了 暂时脱险 再把下方靠出头 这个有点兄弟打架的意思啊 你下方出头了 上方又要处理 黑起往这儿一拐打 然后挤住 白起一沾 那黑起非常痛苦啊 现在还是断不掉 对吧 断的话 白起一拍头 这儿一打 一接 把你的黑起全部冲烂掉 所以说 黑起要先在这儿扳一下 如果白起跟着硬 那黑起刚好先手不断 再把白起考虑咔嚓掉 对吧 这个也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黑起搬这一下 这个两颗白子小了 对吧 上方白起已经安定的情况下 这个目标了 直接反过来攻你的大龙 这个黑起是 顾头 没办法顾尾啊 你现在断 白起往这儿一虎 对吧 你在场的时候 白起再一虎 你到底就哪头 你把这儿给救住的话 白起把下方一拐持 你这个旁边的大龙 全都不活 那么实战黑起选择 就旁边 白起把这颗旗筋 一贴出头 黑起的大龙又要死了 你这个靠啊 靠不出去 白起往这儿尖 你也出不去 往这儿尝 你也出不去 是吧 那就算你能出去 我往这儿飞 说不定养肥了 吃的更大 是不是 所以说黑起已经没办法救了 只能选择 被迫弃大龙 这才开局多少手啊 大龙都要弃了 白起这一瞻 黑起打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要注意 白起不要沾了 沾的话被闷头啊 这个里面虽然对杀能杀得过 但是以后存在一个收气吃的问题 一定要贴出头 并且黑起左边的大龙也不活 尝 下一手 柯姐选择斑 那么这手棋走的还是比较温和一点 如果吓得凶一点 白起就跟着你贴 对啊 你老老实实的补活 那我们什么话都没有 白起在攻你旁边的 你如果敢要反抗的话 白起就把你这么一扳断 再一沾 你脚上得补齐 对不对 你得抢速头 白起往这儿一扳 先手 打吃完 黑起一打 原地把你来一个滚包 滚包完之后就往这儿一飞 形成一个大对杀 这个白起是完全不怕的 因为他这个头啊 还在外面 对吧 脚上 扳了再沾 这个眼也非常的大 气特别的足 所以说这个是最凶的走法 就是逼迫黑起啊 在旁边捕活 那么白起实在呢 柯姐走上方的连班 想要定型 希望黑起往这儿 比如说走一走 然后我再 比如说直接去眼 这个更凶 因为你这个地方出头 都有点困难了 白起多压了两下嘛 但是变相一在这个时候 算是抓住机会了 把这个头一拐 不给白起封住 那么白起的大龙呢 也没活 是吧 这个杀器 你要是不走的话 等会杀器起来也很麻烦 所以说白起干脆 二路斑斩 那么这手棋 不但是长气 还在瞄着 黑起脚上的死活问题 但是黑起现在来不及管了 你要是再往这儿 补一手的话 白起马上就把你 上方的这个脚打持了 所以说得拖先 打持完 二路一斑 好 下一手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手 白起走的是 一路的点 这个局部的死活 起我们一定要牢记啊 就像这种形状 这个点是可以进杀的 你走夹 进杀不了 因为 这个地方 以后黑起打持先手 对吧 一路的斑 是个先手 你得顶住 黑起再往这儿斑 白起挡下来 黑起再一瞻 局部形成一个打结活 这个地方 一定要走这个一路点 因为黑起挡住也没用 挡的话 白起往前冲 这个地方顶一打持 没眼 所以说黑起 走这儿的时候 白起再一回 这个黑起大脚全死 底下将近四分之一个起盘 全部被白起杀光 那这个胜率 我们已经不用多说了 黑起 只能背水一战 猛攻上面 那这个起 其实白起啊 都可以弃掉 你看一下 就算白起全死 盘面的空啊 白起仍然领先 这个时候 柯杰放开了 往这儿去腾螺 黑起 长一个 白起再跟着贴 这个时候 黑起不能跟着硬了 再走的话 白起这么冲一冲 打一打就出来了 所以说 单长一手 先把白起 左边吃掉 这个是柯杰 有益气的 相当于 甩一个包袱嘛 然后在上面一扳 长 再长 黑起扳 那么这三个子呢 一起气给你 先断一手 逼迫黑起 在二路多爬两个 长气 白起再一跳 黑起长 白起贴上来 其实这个起 贴和粘都差不多 粘的话呢 白起更厚一点 局部 但是对脚上的威胁 小一点 贴的话呢 就是说以后 这儿啊 冲完之后 这一点刺 白起薄一点 但是伤到了黑起的脚 这个都差不多 白起实战是贴 黑起沾上 白起再板脚 那么下到现在 柯杰已经领先 一个几十目 是有了啊 但是 到此为止 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可以说 接下来这个变相一的 角局能力 真的是让我们 叹为观止 把这个柯杰 原本必胜的起啊 搅了个天翻地覆 非常的凶 那我们稍后 继续给大家 带来后半盘的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去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柯杰 对战变相一 最终之战 现在变相一的 这个大空啊 完全不够啊 下方 四分之一个棋盘 全死 对吧 虽然说 上面也吃了白起条龙 但仍然不行 看实战 变相一往这儿去挤了一手 这个挤好像 像是这么一个妙招啊 确实这个白起如果走的不好的话 容易中招 比方说你从这一打呢 你就上当了啊 黑起这儿有个跨段 白起一粘 黑起往下一长 对吧 你首先你已经不能粘了 粘的话 黑起一粘 直接把白起钉四七斤 吃掉 那就不行了 你冲下去 断完之后 这儿一打一冲 那这个黑起的大龙也出去了 这个白起同时不行 所以说只有从下方打 黑起刺一个 这个也是在为这个以后的腾罗 做一些准备 白起粘 黑起再长 那么这个起呢 白起也是只有粘上 这样最牢固 黑起拐一个牵手 这个起不能不要啊 比如说白起从这儿一憋 对吧 让黑起往这儿 先手一打拔 这个眼位一出来 这个白起杀不掉了 你粘它一脱 只有粘 黑起回到右下角动手 打完之后贴 长 对吧 这三个子好像 不要看这个黑起 好像破破烂烂的几个子 但是你三颗白子 确实处在黑起的包围圈之内 这个变相一开始搅局了 科姐往这儿去拆一个 也非常的正常 黑起把这个头一闷 白起扳 黑起冲一个 脚上一扳 粘上 把头强行摁进去 这个起白起确实出头也有点困难 首先这个底下还有毛病 补了一手 变相一往这儿来一个跳刺 白起冲 跳刺完之后 有了这个子的建议 黑起继续往下冲 这个地方白起那里 只能团阻 黑起再来一手点方 局部确实形成一个对杀了 本来是白起的大控 但是呢 被黑起左脸一下 右边搞那么一下 几个残兵败将联合在一起 这个手段呢 也是为了以后对杀做准备 让黑起不入气 下一手提 那么接下来 变相一又施展了一个局部的手筋 就是这个一路的通 这一手棋 妙 这个白起呢 我们来看看AI的推荐 AI这个时候是头脑最清醒的 对吧 它是机器人没有感情 在AI的眼里 只要赢就行 所以说他推荐走这个 这个棋 那直接弃子 然后再往把这个脚上一立 对吧 你黑棋要出动中央 给你 棋给你 对吧 你把这个夹吃掉 我就把上方挡住 就简单的收空 把黑棋给收死 但是这个棋 就算能赢 放在人类的身上 肯定也不愿意 这么委屈球权的赢 那这个棋下的也太没有血性了 所以说实战 可姐也选择从这打吃 而且要注意的是 为什么说这个一路的托庙 白棋千万不要打在这 你打在这 看似把底下的这个眼 搞成一个真眼 但是黑棋往这一打 再一打一气 把你给包死 只能打在这 底下一路 黑棋呢 还有个组合拳 就是往里面继续长 白棋只能沾 同样这个也是不能打在这了 打在这呢 你外面一朵花 要被滚薄 底下一打接不归 你只有连 黑棋把这个眼一掐 掐完之后 扳在上面 那么这个棋 你就不能扑了 这个时候扑 我们就能看出来 白棋之前的这手 二路的断 用出 显现出来了 黑棋不入气 对吧 白棋一扳 那你两边 都不入气 死了 黑棋只有上面扳 白棋断 下一手 变向一打持 那有的棋 有可能会有疑问了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打呢 对吧 打的话 白棋站不上 那只能跟黑棋做结 这个结 白棋是完全可以打得起的 因为他上方这一块 结才特别多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白棋打持 黑棋在右下角 小结 对吧 看上去特别大 杀掉一个大肥脚 但是白棋把上面一提 不仅仅是救出来 那么四五颗子的问题了 你黑棋 二路爬的那么多子 也不活了 你没办法活 你走这 一般六子沿边是死棋 跳在脚上呢 白棋冲完之后 再一冲 你尝 他跳 你在冲的时候 白棋不是沾 他是可以搬在一路 当你黑棋再往外冲的时候 白棋可以尝出去 你沾 他挡住 刚好把黑棋全部封在里面 那么这个转换 白棋仍然是确定了盛势 所以说黑棋万万不可 继续往外打 打完之后贴 断打再打 沾上白棋小尖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要注意的是 这个小尖 要比这个拐要好很多 拐的话呢 看上去比较紧凑 但是这个二路露着风 并且以后的 你的这种挡权是后手 不如这个小尖 黑棋挡住 这个以后白棋 还有这种二路的 这种封锁手段 就是黑棋只能吃在这 如果他吼呢 那我就一路贴下去 这个相当于先手 好 刚才讲错了 不是先手 但是这个扳啊 有一些借用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 好 下一手 白棋回到左上角去扳 扳完之后 中间飘了一手 那这个右下角走完之后 我们会惊喜的发现 柯杰又死了一条龙 对吧 本来是白棋将近40目的大空 龙死了 但是非常奇怪的时候 我们点一下目数啊 居然柯杰还是领先了 有30目棋 因为弃掉之后 你看白棋中央 白花花的一片 对吧 全是大空 只能说这一盘棋 之前打下的这个江山 太过于丰富了 以至于 虽然这个右下角全部败光了 但是仍然大优 好 这个边向一夜 左下角 右下角使出了全身解数啊 出了棋 中央又要开始搞棋 这个棋 黑棋吓得累啊 白棋侠 瞄着上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 冲了之后冲断 对吧 黑棋得补 白棋往这一打 彻底切断黑棋中央的归路 牵手一提 要在中央做活了 那么这个棋 白棋就把你全部包住再说 边向一接下来的几手 可以说是 林波微步 天马行空 这个夹 夹的话呢 如果白棋虎的话 黑棋大致也就 转移到套角 以及套这条边了 这个中央给你 那么柯杰拒绝了 他要全杀 黑棋再往这个点方的地方 点一手 也是个齐形的要点 又往中间飘了一手 这个乱七八糟走的 反正就像把这个眼位给搭出来 但是虚的地方很多 看柯杰的屠龙方法吧 我们就看实战 点一个 是吧 这个提 先手 之前 没给齐游们解释啊 为什么这个右下角 是白棋的死棋 我们补充说一下 如果说白棋要是 简单收气 黑棋一沾 那这个气 白棋完全不够 你收他一提 对吧 刚好比你快一气 如果说白棋挖的话 挖眼 这个是一个收气的好手 断打一下 你白棋是沾不到这里面 去收气的 因为黑棋这一打 白棋局部接不归 你只有团 那么黑棋就把你这个眼扑掉 白棋仍然气不够 所以说龙是死的 但是柯杰实战往这一提呢 这个就是一个先手了 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再往这挖断 一沾 是吧 你黑棋必须要保住这只眼 你保眼的时候 白棋一下力 那么 你再团 白棋吃 你再吃 白棋再一吃 刚好比你快一气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白棋沾的时候呢 如果说黑棋体验 那白棋就立到这 一样的 就是你收气 白棋一掐 有眼杀无眼 你团 他就打进去 这个还是快一气 所以说这个提示绝对的先手 黑棋得扑一个 扑到这 下一手 白棋回到右上方 屠龙 现在至少 黑棋还看不出来 有一只眼 只有后手 一只眼 靠一个 好 白棋扳 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利用 给走 走到了 如果黑棋走这 白棋多往下去冲一个的话 对于黑棋大龙作眼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 所以说黑棋 宁愿选择单吃 白棋 贴一手 黑棋继续贴 白棋再一跳 这个黑棋顶住 白棋往这打 那么这个棋 黑棋仍然是没有眼 中间你走这 后手一只眼 对吧 白棋往里面冲 再一冲 一只眼 你如果选择在这 坐眼 白棋提 你要防止白棋 恰进去 你还得再走这 仍然是后手一只眼 所以说这边 不足以活棋 没办法 继续回到右下 右边 想要坐眼位 白棋往这一跳 这个时候 你就看出来 刚才白棋的 这手二路斑 有多妙了 黑棋刚好冲不断 这个黑棋是不入气的 所以说白棋能跳到这 黑棋挡下去 双一个 白棋下力 黑棋在顶的时候 好像 这个双板凳这 隐隐约约有一眼出来了 那么白棋也没有 把重心放在 破这只眼身上 而是直接往中间冲 这一下 黑棋两只眼都没有 再往前断 白棋一沾 黑棋打持 白棋冲先手 再提 那么黑棋 仍然是五眼龙 往这儿挖 那么这个棋 柯杰也没有断 就非常稳妥的 把脚上给补牢 当黑棋再把 这个白棋 给切断的时候 白棋往这儿一打 黑棋再沾 白棋一沾 这盘棋 变相依旧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唯一的 这个出路 就是坐眼 坐眼不成 那就拽着白棋 上方的大龙一起杀 但是你现在断 也断不掉 对吧 断的话 打持接不归 你往前冲 白棋沾一手 你再断 白棋把这儿一提 仍然可以跟底下的 大龙连通 脚上由于补了一手 也是活棋 所以说黑棋 毫无办法 相当精彩的一局棋 就变相依 从左下脚 定势走 崩了开始 被杀掉一条大龙 虽然说后面 力挽狂澜的去搅局 也搅出了 这个不少名堂 还反杀了柯杰 但是无奈这个敌 众我寡 这个白棋的势力范围 太过于强大了 最后掏控成功 掏控失败 大龙也死了 好 希望其友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